身材高大挺拔 穿着白色济世制服 张姓富济世正在人群中 看得出来与同事间的感情相当好 而下周总统蔡英文出访 他就是核心机组成员之一 没想到这周却碰上意外 7月11号蔡英文即将出访加勒比海友邦 没想到在6号早上 张姓富济世要到机场执行飞行勤务时 却发生死亡车祸 30岁的他从美国加州飞行学校毕业后 担任华航的副机师五年 租机遍及世界各地 父亲还是华航总机师 对于紫辰副业 人生将大放异彩 却突然画上休止符 戴着墨镜神情没落不乏抑郁 死者的父母亲从派出所缓缓走出 父亲表示不知道儿子前一晚去了哪里 手握方向盘或是依靠在跑车旁 一张张与跑车的合影 除了奥迪还有一辆BMW经典跑车M3 可以看出来平时特别喜欢赛车玩车 但与他一起玩车的车友说 他其实不会常开快车 优秀的华航富济世 年纪轻轻就因车祸丧命 令人不声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